学习古人智慧 追求功成名就 创造职场风云 穿越古今上班楼 在职场上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 有的人上台简报 就像一个站在舞台上 光芒四射的巨星 让人舍不得 移开自己的目光 有的人沉稳内敛 当你碰到 无法处理的难题 第一个就想到 要请教他 因为他归纳的能力很强 总是可以快速地 点出问题所在 帮助你厘清问题 解决烦恼 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吗 练习很重要哦 让我们先来听一段 状况剧 再一起来聊一聊吧 这次的新品 我们用的包装设计 是参考很夯的游戏 宝可梦球 那个已经很多人用了耶 对啊 没新意耶 这样子拿出来丢人现眼 我知道 我知道 大家一定觉得很老梗 网络上有人拿这个球的外形 做行动电源 做包包 你们一定看到罚了 但是 我们的策略不是让人一眼看穿 而是用它的色系去做变化 让消费者觉得像 又有点不太像 嘿嘿 再搭上话题热潮 又不显得low 来 请大家看看我们这次的设计 哇 好美哦 对啊 真有意思耶 我就觉得Peter一定有准备惊喜给大家 哎哟 真不赖耶 看你们现在的反应 我知道我可以在这台上多待15分钟 把理念讲完 想睡的人就要再称一下咯 Peter真是不简单 每次看他在公司简报 就很像在看秀一样 会很期待他今天的准备内容 因为总是处处有惊喜耶 真的 你不知道公司多少人爱死他咯 除了内容啊 他在表达上面思绪很清楚 可以让听到的人啊 很容易进入状况 而且长得又帅 根本就是万人迷 老天爷真是不公平 好康都给他哦 这样子我们怎么混得下去哦 话不是这么说的哦 老天爷啊 应该也是有帮他一点啦 但就我所知 他每个星期下班后 花三个晚上去上相关的课程进修 周末啊 有时候还会义务去一些公益活动 帮忙主持练口条哦 他这么优秀了耶 还需要进修跟训练哦 有一次啊 跟他聊过 Peter说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以前他很多东西也都不会 但就是通过反复的练习 让自己越来越好 到现在啊 就越来越专精 真的没有别的佩帽 他很怕自己一松懈 就会被别人取代掉 所以你啊 学学人家 practice makes perfect yes sir 哇 人家那么优秀都这样了 看来我也要盯金一点了 正所谓熟能生巧 古人有云 很多人往往失败 甚至是死在他所无能为力的事情上 而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大部分是因为他还没有到达精炼纯熟的阶段 所以 无论这项技能 你熟或者是不熟 重复练习 都是不可或缺的步骤 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待会就让我们来请教一下 《当孔子遇上哈佛》系列同书的作者 经典达人李克明先生吧